台湾灯会灿烂过后 各管区开始拆 慈祭馆依然传着歌声 祈祷过后 志工开始把十多公尺高的帆布拆下 但大帆布即便卷成一卷 搬运还是不容易 灯会包含市营运展出17天 一共出动1400多人次慈祭志工 就连收拾 志工也一早就出动40人继续忙碌 灯区里最重要的这颗地球 将运往东港联络处 资源共享有哪个地方需要展览 还是什么都可以来载 原来已经有人想来借 其实灯会展出的物件 像是展示框 百式灯具 全送往屏东分会等处存放 地勇今年的莲花 也好多好多的会众 还有各个社区道场 他们都觉得非常的棒 所以要拿回去继续使用 重复使用灯会展品丝毫不浪费 这次灯会好评不断 志工有作有得 因为这是灯具 我从来没有摸过 比较在这个规划上 也没有办法来说 像是灯会展品只是一个单纯 单独性的 这是一个整片整片 觉得非常蛮多的东西 已经技巧上 设计规划两个月 灯会施作一个多月 三个多月来的付出 也让志工的心中收获满满 大约新闻 带动人陈宜珍 陈立委屏东报导